市拼联点名樊振东,刘国梁狂喜,马龙时代正式宣告结束 世界拼联盘点五大洲男子乒乓球之王,其中正式点名樊振东为亚洲之王 相信刘国梁也会为此感到高兴 而在点名表扬樊振东的同时,或许也意味着马龙的时代正式宣告结束 在最近,市拼联官宣最新乒乓球积分排名 目前,樊振东处于断层领先第一,积分为10598分 去年东京奥运会中樊振东排名不算太高,仅拿到男单赢牌 但后续休斯顿市拼赛和新加坡大满贯,让樊振东排名稳步上升 如今,樊振东排名断层获得市拼联表扬 这对男拼来说是莫大的荣耀 但冬奥中的金牌获得者马龙从冬奥之后一直处于停赛阶段 目前他落后樊振东将近4000分 排名下滑让很多球迷担心 刘国梁或许会为樊振东的进步感到狂喜 但或许也会担心马龙接下来的去向 樊振东如今25岁,年龄合适,形势大好 参加成都市拼赛与杭州奥运会势在必得 马龙自从退赛之后并未宣布将退役 也在去年公开摊牌称会奋斗的2024年巴黎奥运会 但同时球迷也在担心马龙如今状态是否能真正坚持到那一天 樊振东如今被点名成为亚洲乒乓之王 成为断层存在 而他的时代已经终结 未来终将属于更年轻的小将 那么到时马龙该何去何从呢 马龙和樊振东如今名次和时代的调换 值得刘国梁深思和考虑 樊振东如今25岁,虽然年龄大好 但在巴黎奥运会之后也已经27岁 那时樊振东时代结束后 要有谁来接替国拼一哥之位 男拼目前选手实力并不如女拼 女拼有孙尹莎,陈梦,王曼玉 女拼小将也在迅速崛起 宽曼正在迅速成长 而男拼新人例如相鹏,梁敬坤等实力尚不足 在之前多哈挑战赛中也没能夺得较好的名次 引得球迷失望 这意味着男拼目前能拿得出手的 除了马龙许昕之外 只有樊振东和王楚清 这样一来,男拼形势严峻 樊振东获得亚洲乒乓之王的背后多的是问题 而如今处于安全考虑各项赛事推延 男拼队员无法证明实力 久而久之,热情懈怠实力也会受到阻碍 不管怎样,樊振东等人不能放弃训练 而马龙或许也该考虑自己的去向问题了 在巴黎奥运会之后 马龙身体显然不能与年轻小将相比 也希望刘国梁可以认真考虑马龙的未来 那么大家认为 樊振东这次被视频连点名对男拼有什么积极影响呢? 欢迎在评论区中讨论 并给本条视频点个赞 关注体育圈瓜总 订阅了解最新体育资讯和赛事 我们下期再见